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光翻翻尋味 鏡頭帶你居住 看你食為牌身中 一開山一人都希望 開山一班人即刻到 我愛翻尋味 食到漂亮漂亮 我愛翻尋味, 天天都漂亮漂亮 看你, 阿魚 是 今天我們來到南站 其實很多外地朋友 來到廣州的第一站就是南站 下來有什麼好吃呢 其實很多外地朋友 因為現在廣州是網紅旅遊城市 第一餐肯定想吃一頓粵菜 當然, 不用去西關 來到南站的喜街 有一間又傳統 結合新派的粵菜店 厲害了 即是這間潮當中 帶著少許多老廣錘, 是嗎 一次過滿足你幾個願望 最重要的是 無論是它的裝修、出品和環境 都是伊紙班 裡面還有很多網紅菜 我很想, 快點試試 那不要騎狗了, 走吧 走… 好, 榮少 來…有請… 謝謝… 站在我身邊的這位 就是我們喜悅 賞心月味的主力人, 榮少 歡迎… 大家好… 進來後覺得裝修很棒 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餐廳的特色 其實這邊, 剛才進來就看到 雖然我們的環境 相對來說會比較溫馨 燈光也是暖色調為主 其實我們想被人打造的氛圍 就是覺得好像在家裡的飯廳 或自己的家裡這樣來 對, 即是打造家的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的菜式 主打了甚麼特色 我們其實是粵菜為主 但也會融入少許新派的菜式 待會嘗嘗就知道了 在搞神秘 那我們走吧 我們喜悅的招牌菜就是燒鵝 我旁邊這位 何師傅就是專門做燒鵝 好, 何師傅你好 你好 何師傅這樣 這個燒鵝就是我們傳統的廣東粵菜 是 究竟做是要選選甚麼鵝 選選160天至180天的黑中鵝 這個大約是多少斤 7斤至7斤半 即是有標準的 為何要選這個根數 因為這個根數 第一, 它不會太老, 又不會太老 燒鵝製作工藝 它有甚麼步驟呢 首先我們將自己調好味鹽 放進去… 這個小小的, 行了 放進去 然後放些材料 材料增香, 香味 是, 辨腥, 增香的 這些都是自己調製好的醬 然後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之後 這些是一些薑酒 薑酒 對, 用來自己調製的 對…自己調製的 放進去 把它拌均勻在裡面 對… 用手再把它拌均勻 把它蓬回來 現在開始蓬好 對, 蓬回來 不讓醬汁流出來 即是讓醬汁流出來 對 這個步驟其實需要師傅 很有經驗 對, 有些蓬不好 醬汁流出來 即是流出來, 沒用 對 這是第一個步驟 然後第二個步驟是甚麼 吹氣 然後第三個步驟呢 第三個步驟 吹氣, 然後過水 過水 過水 對, 你要過水 因為過水的皮才會收縮 即會緊接 對, 緊接 第五個步驟是甚麼 第五個步驟 上皮水, 風乾 上皮水, 風乾 然後第六個 就是入爐 入爐燒 我們入甚麼爐 你一般燒多久 燒五十分鐘左右 五十分鐘 那爐是你們自己定制的 是, 自己定制的 一共聽起來好像六步 但我感覺好像有七、八步那麼長 是 那我們繼續去做, 好嗎 好… 說真的, 喜悅的湯 應該是整個附近地 它是沒有人可以超越得到的 你這個朵朵出來 我真的要揭開看看 這個湯叫甚麼名字 黃皮燉土雞 為甚麼會想到要用黃皮燉呢 因為其實 越菜裡面的湯水 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越菜裡面的不時不食 也是同樣很重要 我終於覺得 不時不食 這是一個很有智慧的說法 因為在這個季節 吃一口湯 真的絕對不得了 而且一般來說 肉湯會覺得有點柔柔 但加了黃皮之後 它加了黃皮的清香、酸甜 整個湯的風味 是完全符合一個 夏天應該有的湯品 而且很開胃 是,我剛才已經吃了很多東西 喝完這個湯 馬上會醒來胃 因為它有一點酸酸的 但它很清新 所以準備可以吃東西 沒錯 因為夏天大家都會覺得很滑 不太有胃口 而這道湯 就是適合用來打開你味蕾 旅程的第一步 這道燒鵝真的不容易 它只是工序 也有六、七度 而且它的鹼料很厲害 我看到這隻鼻子 我真的覺得… 很大隻鼻子 是否它的皮很棒 很脆 而且我覺得廣東 這是傳統美食,廣道燒鵝 其實它的鹹、香、甜 加上醬 其實它有很複合的口感 在裡面,很濃郁 對,我們看看燒鵝裡面 我記得你很講究 你選擇的鵝一定是… 多少斤… 多少斤 我們在用的鵝 是七斤到七斤半的鵝肋 為甚麼 因為有時太重的鵝肋 脂肪太厚了 為甚麼是鵝肋 因為鵝肋肉會比較實 燒的話 口感不會那麼… 嫩 不會那麼嫩滑 原來是這樣 蟹又脆,肉又嫩 裡面的脂肪層一定要油 就是它不可以厚 但是它要油 這樣它那種油脂香 才可以將上面的脆 和下面的嫩 結合得更加和容 榮少爺,我想問一下 你們開餐廳 覺得甚麼是最重要的 餐廳當然是出品和服務 是最重要的 你們出品是毋庸置疑 十六年的經驗 服務也看得出 服務員非常聰明 但其實我看到餐廳 是很別致、很高雅的 在這方面你們有甚麼理念和設計 我們當初設計的理念 其實是四個字 叫做東情西雲 其實說到這個選址 你們在藍站附近 是怎樣考慮的呢 其實在藍站來說 我算是一個市中心 每天藍站的吞吐量 其實很大 來到藍站的很多客戶 其實他們都想吃粵菜 我們希望可以給客戶 有更多的選擇 只不過是把整個商圈豐富一點 站在我身邊的這一位 就是我們喜悅的行政總廚, 強多 大家好… 強哥, 放在我們面前 很簡單的食材 但今天我要做甚麼菜 我們今天的食材 是做一個竹膏粉老虎斑 你們聽過竹膏粉老虎斑 這個答案已經覺得不簡單 它的製作工藝第一步是甚麼 就是我們選用了 這個筋八至兩斤的老虎斑 去骨頭切成片 真是精型 這個刀工很厲害 選用筋八至兩斤的老虎斑 它的肉質夠緊實、夠厚 所以這是最好的身材的老虎斑 對… 好, 那就開始了 提前切好魚片 然後… 拌味有甚麼講究 魚肉, 放入味料 一定要拌至魚片夠滑 即是起膠 即每個魚片都要起膠 對 等於幫它按摩 對 好, 我們現在開始操作 鹽、糖、雞粉 即基本上都是半茶匙的 對, 味粉, 放入香味 順著一個方向去幫它拌那個魚片 好, 現在拌到魚片 它就有些膠質 黏黏黏黏的 對, 有些膠質 它拌出來就會滑 滑一點, 爽一點 對, 魚片就會爽滑一點 拌好之後 我們就加入少許生粉 是 即這樣最後加生粉 讓它包裹著 對, 包裹著 對, 再加一些山泉水 對 加入生粉之後 不要拌太久 不要拌太長時間, 再加生粉 這個又有什麼講究 因為生粉拌一拌 它時間長, 會起漿 對, 就這樣拌到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加入花生油 蝦美油 對, 花生油 我們拌好的花生油 拌均勻就可以了 又不用太長時間 對, 現在魚片已經拌好了 下一個步驟 我們將頭尾分蒸 分開蒸 蒸好之後, 再擺盤 那頭尾大概要蒸多久 頭尾蒸三分鐘, 約四分鐘 那魚片要煮多久 魚片要煮多久 魚片水滾下去 大約二十秒就可以了 很精準 這樣會特別爽滑一點 對 既然強哥來到現場 強哥最適合做什麼菜 當然是魚, 是不是 我們今天這道菜叫做… 沙窩麵醬焗爽鹹 這道菜就是 我抓到關鍵詞了 爽鹹的原因是… 爽鹹就是我們採用了 一斤半、一斤八兩的 鹹炭腐交界的河蔥 它時演的特點就是很爽口 焗出來 明白了, 話不多說 我們開工 好了, 現在的鍋 我們燒到大約六十至七十度 這樣就放入我們煉好的雞油 很香 你一下鍋, 那股香味 已經是撲麵而來 對, 下了油之後 加入蒜頭、紅蔥頭、沙薑 將它拌一下 讓它煎到… 已經有一點焦焦了 對, 煎到有一點焦黃色 焦黃色的蒜頭 爆爆它, 讓它的香味出來 然後香味才融入鮮裡 好了, 三樣料頭 爆到有些金黃色這樣就可以了 看到嗎? 金黃色的地方 金黃色的 然後這個鮮就是我們 下了底味來 拌好、擺好這個盤子 好 好, 我們現在開始焗了 它是連芒一起進去嗎? 對, 一芒一起 為什麼? 芒一起進去, 這樣操作 就好看它擺開的形狀 好, 確定 我們就可以趕快焗 七分鐘左右 七分鐘? 好, 計時開始 這個焗下去, 加入花椒酒 加入花椒酒, 會產生蒸氣 焗熟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花椒酒的香氣 不是要酒本身進去 是 明白, 取其精液 下酒的時候分三次 不要一次下 又為什麼? 一次下的話, 酒沉澱了 就會變成水 所以… 揮發不了 人家說, 櫻鍋不可以有湯湯水水 其實是因為水下太多了 一次過 要讓它慢慢揮發完一次 再一次 好, 現在只剩下一分鐘的時間 焗熟度是對的 所以要加入我們自己做的醬 我們的靈魂醬料 好, 現在就熟了 我們打開它, 下醬汁 好緊張… 好緊張 好漂亮 它好像開花一樣 肉是這樣… 對, 像蒜子肉一樣 對 一粒粒焗起來 太剪了 這個醬汁我們就… 放在面上 放在面上就可以了 我們剛才說到 為甚麼只可以用黃酒 不可以用白酒、啤酒 因為白酒比較單一的味道 黃酒就加入多些花香… 果香… 果香… 它精製連出來的 所以花椒酒我們選用 它的味道比較獨特 下醬汁之後 我們加入蔥花 蔥香和… 紫蘇 紫蘇的香味 我們要焗一焗 它就全部… 打開蓋就很香 即是鋪完之後再蓋上它 對 這樣就開蓋了 你可能在通過鏡頭燒不到 我現在被人香到 我整個靈魂都已經思考不到 然後加醬汁, 焗30秒 對, 不香 這口氣才叫精華 很香 榮燕, 在喜悅吃飯 最後一道菜一定是這個包 其實這個包的名字 叫喜悅黃金餐包 它有甚麼特色 為何這麼多客人都很喜歡它 我們這邊的喜悅黃金餐包 尺寸會比較大 然後我們也看到我們的餡 其實傳統的餐包 可能是用叉燒餡 我們不是 我們是用梅菜扣肉餡 這個真的很特別 你為何要這樣做 對 第一, 叉燒餡 可能對很多人認知 我其實也有個… 每個人可能… 神秘疲勞 對, 對 有一個固定印象 沒錯 所以我們嘗試用這個餡包 結果發現反響還不錯 所以我們一開始跟大家說 這個餐廳是傳統當中 帶著很多的森榮 沒有說錯 餐包依然是餐包 但是裡面的餡料 我們就掉了 好, 說了那麼多 不如我們嘗試做吧, 好嗎 好, 沒問題 好, 無論是榮少說到天花龍鳳 現在是勇哥出場 來教我們怎樣做 是 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把塊皮灌開 這個就是 就像平時包餃子包包一樣 對 中間厚, 周邊是薄一點的 然後… 我們就加入餡料 對, 這個就是梅菜扣的餡料 對… 這麼多的嗎 對 我很怕包不緊, 等等 聽說你們每隻包的重量 是一致的, 是嗎 對 所以我只要秤在這裡 要秤的 保證每一隻包出來 都一樣那麼英俊 一樣那麼重 其實要多重 80… 餡料是30, 皮是50 所以你們教過這個比例是最好的 是 真準的80 這個像彈撻一樣 很厲害 導演, 你是否玩東西 我們兩個可以 最後你要按摩它 我覺得緊張 我可能不行 手勢要這樣 手勢要這樣嗎 對… 你會誇張一點嗎 對… 我真的覺得我包不住 還不夠嗎 還不夠… 還餐6 會否多了 不行, 再來一點 好… 很80… 很厲害 怎樣領花 我們一點點放 不是一下就放了 全部按下去 然後怎樣 我們要這樣 這樣… 撕起來 拉一點點起來 拉一點點… 但是… 挺硬的 你看, 手勢要按住 不要讓它… 不要讓它出來… 我會捏緊一點 對 我不是另一匹契徑 做到玫瑰花雪 不是, 你這個是燒賣 燒賣… 燒賣… 真的包不起身了 你看它的臉皮 我們很棒 我們就當我們做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怎樣做呢 我們放在一個比較常溫的地方 比較淨發 那上面那層酥皮又是怎樣來的 廢製的 那它是烤出來之後加 還是烤之前就加上去的 烤之前就加上去 就可以拿東西擠回去擠上去 即是裱花這樣 明白 全部都就碎之後要烤多久 烤11分鐘 11分鐘? 其實很快 是做的和等的過程內 是… 可以了, 那我們可以去烤了 唐造山鍋焗爽士 這個名字聽完之後就覺得很高端 它是一個很符合的美味 因為首先是它的口感 你有沒有感覺到那層皮是硬硬硬的 而且裡面的肉是爽的 因為說到爽鮮 它真的第一口入口的時候真的很爽 而且它的香氣很濃郁 其實一口下去 感覺到整個口腔都有些香味 而且剛才你們看見 它添鍋的那一夜 那層香味是直擊靈魂的 很誇張的香 所以如果大家在現場吃 是會很棒 這是我們的竹膏粉老虎斑 第一, 魚非常嫩 因為我覺得蒸老虎斑 很需要火候的掌控 而且它用的油很棒 它的花生油的那種香味 香味 完全吃進的魚肉當中 香到不得了 我們的花生油是用古法壓榨的 它保留了花生油的原本那種香味 好的餐廳或者好的主理人 其實對每一個材料的源頭上的要求 都是很高的 很大牙 很大牙 又吸了魚的精華 還有豉油的調香 真是完美 我們看到這個黃金包 基本上每一位來喜悅的食客 都會怎樣 就是參候包 撕開它那一瞬間 大家看到嗎 它… 它是中胸的 感覺到嗎 是很鬆軟的 那層面皮 外面那層酥皮 咬下去 除了酥之外 口感很特別 梅菜扣肉 是我們這餐包的招牌主打 它一吃都會存在 但也會有些客人不吃豬肉 其實我也有另一個餡 是金包換牛肉餡 所以這個包 我相信無論是我們本地的食客 又或者是外地 北方的一些朋友來到 一定會喜歡 因為它是鹹香的 而且對於中國人來說 餐桌上有一個 金玻璃的東西存在 是很容易頭 請朋友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面子 今天真的很開心 第一, 在南站 一個很隱秘的地方 發現了這間非常高端 精緻的傳統樂菜 加上新派樂菜 結合我們的喜悅 坐進來是很寧靜、很舒服的 尤其是夏天 去到你都市的煩囂 然後靜靜地享受一頓美食 這是挺不幸福的事 我們今天收穫了這麼好的環境 也嘗試了這麼多驚喜 我要多謝詠少 多謝喜悅、賞心越美 謝謝… 好, 今天是時候喊回好好的 沒錯 我愛蜂蜜味 由頭吃到尾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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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蜂蜂蜜味 吃得很漂亮 待會就吃得很 Curt 我愛蜂蜜味 你也不�� 谢谢大家